路邊電線桿火花不斷散落 還伴隨連續爆炸聲 消防車鳴敵趕赴現場 白色轎車火蛇不斷竄出 消防人員拉著水線急忙灌救 濃煙往上竄生 車頭也被波及燒毀 對 我們有聽到一聲很大的 爆炸聲 對 應該是爆炸聲吧 對 很可怕 二號晚上十點多 基隆七度的重治街 有住戶突然聽到一聲爆炸聲 接著整個社區大停電 往窗外一看 馬路旁的便電箱冒出很多火花 吊塞停在旁邊的車輛上 整輛車就開始燃燒 警銷貨爆之後 立刻趕到現場拉水線灌救 回到事發現場 整個電線桿和電線都被火燒得焦黑 工程人員爬上梯子連忙搶修 起火原因還要再釐清 只是車好端端停在那裡 這麼剛好便電箱竟然爆炸起火 好好的廉價車被燒毀 恐怕哪裡也去不了了 TVB的新聞 劉欣奎 朱仁瑄 基隆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密小鈴鐺